有事 眼珍珍看著吊臂砸穿隔音牆 工人全慌了 巨大的吊臂一邊卡在軌道上 一邊在空中晃蕩 玩弱電影絕命終結戰的場景 施發後根據終結提供的時間軸 12點27分04秒 隔音牆被砸穿後的一秒 吊臂就掉落在軌道區 列車在12點27分45秒 撞上吊臂才停下 這41秒的時間 到底做了什麼 議員揪出在隔音牆被砸的當下 其實電力有跳異常 雖然系統自動恢復 但行控中心緊接性不足 失去了黃金41秒的反應時間 你在現場清查人員的時候 列車進空 但是軌道下方沒有人去查 害著這位林姓教授 在那裡空等我們的急救等不到 嚴霧的不只通報時間 撞擊的瞬間 林書雅教授被震出車外 倒握車底 直到1點18分才被發現 他在車底躺了51分鐘 董事長下台負責 從人員訓練障礙物偵測 到事後傷者清查 終結公司被盯得滿頭包 愛轟三環節失靈害命 得通盤檢討 彌補缺失 在裡面單景陳台中採訪報導 在裡面單景陳台中採訪報導 在裡面單景陳台中採訪報導